可是我們沒辦法持久 沒辦法持久 一死而已 所以我們有時候到道場會很愉快 所有煩惱都忘記了 就是因為呢 你已經有意無意的進入這種 這個 自心一觸的狀態 見相扣手專注的時候 那是最快樂的 但是要持久 好像吃飯 你要吃到那個量你才能夠飽 喝水 你要喝到那個量才能夠解渴 但我們往往沒到那個量就停止 因為還是心靈 還是很飢渴 沒有得到真正的殘月 伐喜的那種滋潤 簡單的說 用醫學的說法就是 你的腦內飛啊 這叫腦內飛啊 分泌的不夠